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王一博首次同台 粉丝提建议做好装发 导演直言韩新更逆反 由王一博和赵丽颖合作 主演的尤斐已经杀青 这部剧无论是从阵容上还是制作上来说 都非常的大手笔 因此自官宣之后 热度一直很高 也是2020年最受期待的作品之一 王一博作为刚刚爆红起来的当红流量 人气肯定很高 邀请他拍戏的导演和剧组也很多 但是王一博本人要想发展的更好 就不能够只看当下 他必须要选择一些好的电视电影 来提升自己的口碑 成功转型为实力派 而赵丽颖产后付出 自然也格外关注他的第一部古装作品 所以尤斐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制作都不会太差 在大家的期待声中 这部剧早就已经杀青 也将于不久之后播出 粉丝们已经准备好了一颗期待的心 就等着这部剧正式播放 作为剧中的主演 王一博和赵丽颖这对姐弟搭档 格外引人注意 两个人就拍戏的时候 晒出一点合照和花絮之后 此后很少同台过 这一次 两个人首次同台天天向上 也算是为他们的新剧做一波宣传 在晒出来的合照中 大家看到舞台上的演员们 着实有些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的妆容和整体造型不太出彩 天天向上这一期录制的背景 是那种非常喜庆的红色 嘉宾们也以红色衣服为主 王一博穿的一件红色格子外套 赵丽颖穿了一件红色上衣搭配裙子 再加上其他嘉宾的红色衣衬 整个舞台洋溢着喜悦和欢乐 但是 这红色却不是那种很时尚的红色 而是有些土庆的喜庆红 其实在早前 粉丝们就开始对天天向上 近几期的装发进行讨论 有粉丝恳请导演 下一次能不能在装画上多用一点心思 近期王一博出席节目的时候 造型都不是特别好 尤其是高强度工作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有些苍白 粉丝希望节目组能给他用一点更精致的妆容 毕竟节目现在不缺赞助和品牌 毕竟这也是赵丽颖和王一博第一次同框 粉丝们也格外地注重 粉丝说完之后 导演给了回复 导演只说了一句话 声称粉丝这样让人很寒心 然后最新一期的节目就把人打扮得还不如前几期 看来导演已经有了逆反心理了 其实从节目组对王一博的态度中能够看出来 他在节目中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 基于整体的造型和装发 也不能够怪导演一个人 当然了 粉丝确实是出于好意 希望自家爱豆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出现在舞台上 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和立场 还是需要协商解决 感谢观看